据费加罗报3月26日最新报道,中法两国农业部将签署关于肉鸡养殖业的谅解备忘录。 中国将取消自2015年禽流感以来实施的加禽禁令,这将会是法国加禽业复苏的开始。 法国自2015年加禽业达到巅峰后,受禽流感打击而一蹶不振。 据法国农业部资料显示,2015年法国鸡肉的消费水平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,而鸡肉总产量也达到110万吨。 而中国也是当时法国鸡肉的主要进口国。 但后来由于禽流感的影响,中国设定了鸡肉进口禁令,以避免疫情蔓延到中国境内。 如今,疫情已然过去。 中法都希望集住中国海外专案计划,迈出新的一步。 鸡肉禁令的解除,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 法国是欧洲第四大鸡肉生产国和出口国。 但自2015年后,法国家禽业的发展,几乎完全停止。 欧盟取消鸡肉出口的补贴。 这让法国的鸡肉出口变得更加困难。 要知道,法国的家禽贸易中,约90%都是鸡肉和鸡肉产品。 中国解除鸡肉禁令,等同于给法国鸡肉出口血中送炭。 法国家禽业或能借助这次机遇重回巅峰。 除了解除对鸡肉的禁令外, 法国也已经与中国签署了其他领域上的投资协议。 包括法国典礼公司,与中国能源投资公司的10亿专案,是奈德电器公司在中国的60亿产业升级专案,以及CMACGM海运公司,与中国国家船舶工业集团的12亿订单。 这些专案协议和订单,都是中国海外专案计划所带来的。 看住意大利和法国的订单源源不断,从处于欧盟的其他国家,自然是十分羡慕了。 既然都想住要享受中国海外专案计划的福利,那何不一起加入中国海外专案计划呢? 德国对于加入这个计划,已经非常感兴趣了。 作为欧盟的代表,如若德国加入的话,那欧盟其余国家势必也会一同加入。 到时候,美国政府可能又要发起口头警告了。